I love you 今天要做的是三款口罩的对比评测 第一个是韩国本土生产的Q-Life KF94 价格大概是一片660块韩币左右 第二个是3M的N951860口罩 现在它已经断货了 我当时购买的价格是一盒是20个 大概是3万块韩币左右 第三个是3M的6200防毒面具 再搭配2291的绿棉 它俩加起来的价格大概是1万4千多韩币左右 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货 OK我们首先来看一下韩国本土品牌的KF94口罩 前面的KF是指是Korea Filter标志 有这个标志代表口罩 通过了韩国产业安全保健公团的测试 可以过滤94%的0.04微米到1微米左右的颗粒 那么这个KF80也就是说可以过滤80%的颗粒 还有一个KF99的 那个就是可以过滤99%的颗粒了 而这个3M的1860是达到了N95标准 前面的N代表NEWS 应该这么读吧 NEWS NEWS代表美国国家职业安全卫生研究所 是一种职业安全卫生标准 我们查看相关资料 可以了解到这个KF94和N95这两个口罩的等级 是完全相同的 而这个R291的滤棉它的过滤级别达到了P100 也就是说它通过了美国国家职业安全卫生研究所的P系列测试标准 可以实现至少99.7%的颗粒物过滤效率 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三个口罩和滤棉过滤的全部都是颗粒 而这次病毒虽然不可以通过空气直接传播 但是可以通过我们的飞沫进行传播 而一般来讲我们打盘机喷出来的颗粒的大小大概是在0.1到100微米之间 而这三个最少可以过滤0.04微米的这种颗粒 所以说它们在防止病毒传染病毒传播上面还是有一定的效果的 虽然不是百分之百 OK那么下面我们马上把它们三个打开之后进行一下佩戴上舒适度的测试 OK我们先来打开KF94口罩来看一下 打开之后就是这样的一个黑色的口罩 然后这个袋子就可以扔掉 打开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颜色是全黑的颜色 里边的话我们可以打开 好里面是全白的 然后这边这个部分的话有一个铁丝这种东西在里面 所以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鼻梁的高度来进行贴合调整 我给我们马上佩戴来看一下 首先要摘下我们的眼镜 然后这个后边的话有一个这样的扣紧的东西 所以我们可以按照我们脑袋的大小来进行调整 好大概是这个样子 OK对整体佩戴上来讲还是非常的舒适的 但是这个上边的话还是有一定空气的流通 戴上眼镜之后气体可以从鼻梁两侧流出去 所以眼镜会蒙上一层厚厚的雾气 而这个94%是在完全封闭的状态下的94% 所以说它也不是100% 但是会有一定的效果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3M的口罩 3M的口罩这边的话是这种蓝绿色 应该属于绿色 好然后里边的话是白色的底 这边有一个衬托鼻梁的海绵 然后这边的话是用金属来进行的固定 而这个口罩头戴是上下的方式 头戴的材质是这种猴臂肌的材质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些佩戴的方法 所以大家购买口罩之后 希望观看一下相关的说明书或者是相关的视频 OK我们马上佩戴来试一下 头比较大 往后这样 配戴上去之后 我们看到后边是大概这样的一个效果 然后调整我们的鼻夹 让它贴合我们的鼻梁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我们戴上眼镜 还是明显的可以感觉到眼睛上蒙上了一层雾气 它的紧绷程度还是非常的大 OK我们最后来看一下3M的防毒面罩 这个防毒面罩我也是第一次使用 所以可能会有很多不正确的地方 所以请大家谅解 然后及时再来纠正我 OK那么防毒面罩大概是长这样的一个样子 这边写一个3M 背面的话有我们的头夹 贴合布的材质 是非常柔软的硅胶的材质 这个是2291的滤棉 我们来打开看一下 好里面有两个滤棉 然后一个说明书 然后它的安装方法 我们可以看到滤棉的上面有三个缺口 防毒面罩的上面有三个凸起 方便的把它扣起来 然后进行顺时针的 OK顺时针的旋转 它就连接上去了 这边写着3M2291P100 关于滤棉的使用期限说明书里也有所介绍 使用期限会受到呼吸量污染物的种类 以及浓度等因素的影响 所以说明书里没有明确标示使用期限 而当我们佩戴后可以感觉到呼吸困难 或者可以明显的闻到污染物的味道时 就需要更换滤棉 那么下面我们赶紧来佩戴上 我们要先把这个后面的罩戴上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使用这个防毒面具 但是这个防毒面具的这个呼吸的顺畅度 比我想象中的要好一些 但是比这个 但是比他俩要差非常的多 OK那么下面我们来测这些 这三个产品的过滤的性能 各位看到有烟吗 这是香烟 这KF94呢 还是可以闻到这个香烟的味道 还是可以闻到 这个可以闻到 这个3M的N951860这个口罩我们再来闻一下 这个也能闻到 这个都能闻到 这个烟味 这个也能闻到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防毒面具 防毒面具应该是肯定是闻不到 已经闻到 可以闻到这个被过滤的这种气体的味道 但是烟味没有 是一种很清香的这种味道 OK那么下面做一下总结 这两个口罩 KF94和N95呢 都是可以闻到这个烟味的 而这个6200防毒面罩呢 是完全可以过滤到这个烟的这种臭臭的味道 过滤后的这个味道呢 有一点香香的感觉 所以这个6200的过滤效果呢 确实非常的不错 而这个佩戴舒适性来讲 这个KF94是最好的 然后呢 是这个N953M的1860口罩 而这个防毒面具呢 确实是防毒面具 它的过滤效果虽然最好 但是它配戴舒适度 还是对比这两个要差非常多 而这个设计上来讲的话呢 我个人认为还是这个黑色的 KF94的口罩是最好的 3M的这个呢 有点特别像这个医院使用的这种感觉 所以看起来不是特别的美观 而这个防毒面罩呢 虽然看起来非常的科幻啊 但是它的吸引眼球能力 应该也非常的强大 口罩呢 是最近我们大家都需要的一个产品 所以呢 今天做了一下这个评测 那最后呢 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做好个人的防护 保护好自己以及周围人的这个健康 OK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也就做这了 让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慢走